好的,我现在我们是用这个经文,约翰福音15章5节至7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现在不读这个经文,这里简单说是讲到,耶稣说祂是葡萄树,我们是自己藏在耶稣里面的,祂也藏在我们里面,这人就剁这果子,因为离开了耶稣就不能做什么, 人若不藏在耶稣里面,就好像自己掉在外面,枯干,人洗起来就任在火里烧了,这个是讲到,这个是不得救的,完全与神没有关系的,如果我们藏在耶稣里面,神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就是常常会细想,神的话也停留在那里面,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就是说这个人,藏在耶稣里面,也有神的话,在里面的话,神就喜悦他的,祝福他的,好了,这个经文,首先我们说这个人的反面例子和正面例子,就是有些人信耶稣,以为就是我信了,我信了,我信了,不明白信耶稣不但是我头脑的心,他们不知道,信耶稣必定包括与神有生命的, 的关系,活在耶稣里面,才是信耶稣,有这种生命,但很多人就是,他们来教堂,你们听,不要写,现在不要写 他们来到教堂,以为我信耶稣了,但其实与神没有这个关系的话,他其实不是在耶稣里面的 这个是,是人的反面的例子,真的有人是,他的生命不是与神连接的,他以为他有犯教堂,有听道,以为他是在神的里面,但其实不是,这个是人的反面的例子 有些正面的例子,是有些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常常得利,常常有平安喜乐 常常有动力去欣奉神,这个就是一些正面的例子了 神的恩典是什么呢? 他的属性是什么呢? 他里面就是生命,他就是生命的源头 他是力量的源头,他是果子的源头 他的里面,他的生命在哪里,哪里就发出生命的果子 这个就是他的本质,他是属性 然后他的恩典是什么呢? 首先他很乐意亲近我们 我们亲近他,他马上回应的,他不会忘记的 这个就是从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一点 不是我做出来,是圣经说的 他必定反应 我们亲近他,他必定反应 他必定就来到我们当中 而且,他说来到我们当中 不但是,不但是停留 不但是坐在那里,睡觉 他就会叫我们结果子 这就是说,神在哪里 他的生命就在哪里 哪里就结果子了 他的生命就发挥出来 这是他的恩典 他在哪里 生命就发挥出来 所以我去用另外的言语形容神的作为 第一,他必定反应 我们亲近他,他必定亲近 第二,我形容出这个 他藏在我们里面就结果子 什么发生呢? 这是他这个生命的源头就发挥出来了 他就改变我们的生命 就令我们产生果子 这个是第一个从经文直接看到的 看到的 但我们从其他经文也可以看到更多 因为其他经文也讲到 他们将神将我们的引领都除掉 这个是哥林多后书 实际上上至五节讲到这个 这个正战的病气 去在神那里有能力 这样所有的引领 那些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告的事 所有的这个计谋 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告的事 都除掉了 只有人都圣服基督 你如果熟悉这个经文的话 就讲到这个哥林多前书后 实际上至五节 讲到耶稣除掉垃圾 除掉引领 所以耶稣在哪里 他就开始做工了 他要清除垃圾 他怎样清除垃圾呢? 因为清除垃圾才有结果子 这个就是我们熟悉整本圣经 其实也可以这样思想的 所有神的作为都是 首先祂的同在改变我们 然后祂除掉我们的垃圾 负面的东西 然后产生活着 这是我们的里面 都会有很多担心 忧虑 烦恼 罪 这些东西都影响我们的 耶稣来到那里有什么后果呢? 圣灵就提醒我们了 叫我们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这个是约翰福音16章8节 这里讲到 耶稣圣灵来到那里 祂就会举出我们的罪 叫我们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然后祂就会感动我们 你可以对人的问题放手的 你可以将烦恼放下来的 我不会帮助你的 我可以帮助你 面对困难的人 面对困难的事情 神都能够帮助的 这个是圣经有说的 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的路 然后当我们顺服的小愿 好了 神了 我不要再当着这个当劲 我放下重担了 放下烦恼 放下负面的东西 神就会在里面 就自由的结果子了 因为我们心就好像 好土一样 好的泥土 因为很多生命是怎么样了 里面很多荆棘 所以神不能结果子了 这个生命就没有果子 但你允许耶稣留在那里 祂在哪里 祂就会除掉这些荆棘 这些灵灵 除掉了 圣灵的工作就自由发挥 我们就多结果子 你愿不愿意 神在你生命中多结果子 这个是不是很奇妙的作为 本来是烦恼的人 本来是不开心的人 本来是没有力量的人 你允许耶稣留在你的心中 祂就不会去懒惰的 祂永远不会 就是躺在你的心里面 就睡午觉 不会的 祂会帮助你 清理你里面所有的垃圾 你回应祂 祂告诉你 不要烦恼 不要担心 放松地依靠我 亲近我 我就给你力量 祂的话语也在里面改变我们 我们就多结果子了 我就是用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经文 应用在这个经文 讲出神怎样叫我们结果子 然后当你完全地放松自己 放下罪的烦恼 然后亲近神 这个喜乐就涌流了 这个爱也涌流 很自由地流动 自由地流动的时候 你的果子更强烈 起初的时候 果子不是这么强烈 当你越爱主 这个能力越大 这个是从我们的经验 记住这个经文 这是从我们的经验 我们发觉 当我们越爱主 果子越快 来到 其实 刚才我所说的 我完全没有准备 所以神在这个时候 马上带领我 马上带领我 这是神与我的相同 他就带领我去 能够讲出神的作为 他怎样 将里面的泥土 所有的荆棘都除掉 让我们变为好的泥土 然后他在里面 就放很多喜乐平安力量 暗示 能力在里面 产生果子了 因为他在哪里 哪里就有 生命就有果子了 然后他说出这个真理 这个也是一种警告 因为很多人就觉得 我很厉害了 我讲到很好啊 其实我告诉你 我是依靠神 是神作为 不是我的作为 不是我的聪明 是神对我说话 然后我就 将神的话说出来 如果我靠自己的话 就没有果子了 有些人以为 他靠自己 很好 讲到很多人听 但他们其实是 离了耶稣了 他依靠自己 就不能做什么 他所做的 不是荣耀神的 有些人产生的果子 不是好的果子 因为人听到 这些教导 都是没有力量 都是理论 没有生命力 所以我们明白 我们必须要 依靠耶稣 让耶稣 住在我们里面 改变我们的生命 带领我们 推动我们 我们就有生命了 然后 耶稣继续地形容了 如果 人不藏在他里面 这个就是警告了 所以这个经文警告 比较多的 这好像自己掉在外面 覆盖了 已经砍下来的自己 在外面 覆盖 覆盖了自己有什么作用呢 要用来用 财 好像财来 笑了 笑了 这个代表什么 地狱里面 所以如果 有些人去教堂 我曾经去 一个教堂讲道 我问他们 你们有多少人 在平时会祷告的吗 有三分之一的人 鬼举手 我再问一次 谁 在家中会祷告 因为你与神的关系 非常重要 如果你没有祷告 与神没有关系的 多少人 有祷告啊 还是三分之一 我的心里面就很挂心 就是 求神怜悯 他们 就是他们以为 信耶稣在教堂 教堂就可以了 没有想到是 每一天的关系 所以我们与神 没有每一天的关系 就越来越苦干了 越来越烦恼 有些人很烦恼 为什么呢 他们都没有将烦恼 带到耶稣那里 他都去担着自己的担心 都去常常思想 困难 别人怎么好 不好啊 我自己不好啊 有什么困难的 都去细想这些 如果他们细想 神的话语 伯少就完全的不同了 所以我们就说 神的帮助我们 藏在你的里面 因为离开的里 我们就很 后果很严重了 然后耶稣继续讲了 不但去与我近近 不但去祷告 也有神的话在你里面 神的话在你里面 这个神的话 从你哪里来呢 从圣经来的 你读圣经 圣经就在你里面 扎根 这个是非常奇妙的 你细想圣经 你 发觉里面有什么 好的东西 你就细想 然后这个话 就留在你的心中 我感谢神 我告诉你 我出现耶稣的时候 有什么后果啊 我真的很兴奋 神这么证实 当我发觉 真的有证据 证明有神 因为我以前以为 没有神的 人死了 就什么都没有 后来我 知道 有证明神的证据 我非常的兴奋 后来有不同的方法 带领我新的主 有一天我在家中 发觉一本 新的圣经 我就问我的弟妹 问问他们 是谁放在那里 是我的妹妹 有一期去教堂拿来 我说你没有读啊 他说没有读 我就说我可以 可不可以拿来读 我就读了 很奇妙 看到耶稣的作为 他的言语 我就很被吸引 我很快将圣经 新的圣经读完 一期两期 三期四次 很快 这些话语 就留在我的里面 而且我也背诵圣经 这个话藏在我的里面 神就透过 他的话语做功了 但如果我们在耶稣里面 神的话也停留在 我们里面 意思是 不但去思想上 明 记到神的话语 而是真的 将这个话语 影响我们的生命 耶稣说 你藏在我里面 让我 让我在你生命中 照顾 也让神的话语 在你生命中 照顾 你有这个圣灵的话 你所愿意的 都去合乎圣经的 合乎 合乎神的旨意的 祈求 神就为你预备 我自己祈求 神来为我开路 叫我能够帮助更多人 祝福更多人 我就是这样祈求 神就为我预备 我感谢神 神就为我预备 我也感谢神 我喜悦神 因为我的心 都是关心神的 我神的 取义 我不关心自己的事情 神就关心我的事情 就供应我的需要 给我力量 恩赐 才干 给我这个 宣教机构 给我不同的人 具体这个事工 让我能够发挥出来 这个是神预备的 但这是 我有神的同家 也有神的话语 神就将很多的果子 自动放在我生命中 这个是非常美好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 看到什么呢 耶稣在里面 在我们里面 万事都蒙福 是不是 你们可以一起说 有神在我里面 万事都蒙福 有神在我里面 有神在我里面 他就清除垃圾 当耶稣藏在我里面 耶稣藏在我里面 他就叫我多结果子 我的生命就越来越丰盛 我的生命就越来越平安 越来越喜乐 带领更多人认识神 我的生命就变了 越来越丰盛 我的生命就越来越丰盛 阿里路亚 有耶稣在里面 好不好啊 而且这样 让耶稣做王 是不是 耶稣说什么 我就做什么 是不是 有些人是这样的 耶稣说什么 他就不做什么 耶稣说奉献 他就不奉献 耶稣说传福音 他就不传福音 但耶稣说什么 你就做什么 你的生命就奉献了 是不是 这个经文 我们 我是用 这个经文 发挥出来 神怎样产生果子 也用这个耶稣的 十三章 马太十三章 讲到这个比喻 四种泥土 然后在这个 好土里面 就会结出果子 这是荆棘里面的 离土的 就不能结果子 就是 耶稣来到这里 也必定帮助我们 处理里面 所有的垃圾 然后他在那里 清除 清除所有的 引领 就好像 各年的后书 谁像 三句五节 清理这些 引领 然后他的 生命力 就会在我们 改变 我们就 产生果子 产生 两面果子 生命的果子 圣灵的喜乐 平安 在里面 然后也有 侍奉的果子 就是我们能够 侍奉神 带着能力 然后不常在 耶稣里面 后果就严重了 其实我就是 用经文 因为熟悉经文 所以这个经文 就马上来到 我心中了 就用这个经文 形容出来 有些 你们写的 是用一些 好像没有 很大的关系的经文 也不能形容出来 你要形容这个过程 形容神怎样 在我们心中做工 改变我们产生果子 形容他的 生命的来源头 然后他在哪里 哪里就有生命了 这个形容出来 也可以形容你 自己的内心 怎样本来 是很担心忧虑的 耶稣就提醒我们 去放下忧虑 担心不要烦恼 然后提醒我们 去依靠他 我们越依靠他 平安越 喜乐越来越多了 烦恼越来越少了 这样就接触果子了 这个就是 你整天信进神 你里面真美好 你改变我 这种平安 我希望你们 祷告都经历 这种平安 神的平安在这里 这么美好 神的平安真好 你常常欣赏 神的平安 神的平安 就会让你看到 神有什么作为 在你生命中 你就能够 形容出来 你形容出来 人就能够明白 神同在 带来的益处 带来的好处 好了 祝福你们 感谢天父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